那個艾莎跟中華應該都蠻多的感受 在路上感受還是會遇到一些 以前曾經是我們很多 然後沒有錢的人都還不是在他那邊上來 蠻謝謝他們那段時光 挺多一起的 然後其實還是有很多路上的人 在我們接到我們聲音的時候 也會認識我們 我覺得那時候是我們最光榮跟最感動的時光 因為好像有點惡惜但又還好 對 就覺得這是 這應該是我們現在所有人 我覺得應該是目前演藝的人 都是持續下去的動力 自己的節目可以自己掌握一些節奏 然後會比較是做我們 可能在私底下一些的想法這樣 在Youtube上面真的要跟上一個 那我覺得他們兩個講什麼話 不用再一點點出去 我不會覺得出現藝的人 因為一般真的 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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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啊 不承受吧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